那时 耶稣出去 上山祈祷 他彻夜向天主祈祷 天一亮 他把门徒叫来 由他们中拣选了十二人 并称他们为中徒 即西满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和他的兄弟安德雷 雅各伯 若旺 斐里伯 巴尔多禄茂 马斗 多莫 安尔斐的儿子雅各伯 号称日成者的西满 雅各伯的兄弟尤达和尤达斯伊斯加略 他成了富卖者 耶稣同他们下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许多从犹太 耶路撒冷 及提落河七东海岸来的群众 他们来是为听他讲道 并未治好自己的病症 那些被邪魔缠绕的人都被治好了 群众都设法触摸他 因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 治好众人 这种能力从他身上进行